連鎖查以英國蘭玫瑰花茶 日前被驗出了韓沙蟲劑DDT案 台北地檢署偵辦之後 認為供應商周界擅自更改標籤 導致英國蘭負責人陳玉惠誤信 因此陳玉惠因為不知情 獲得不起訴 還給英國蘭一個遲來的正義 加盟雙排排站鞠躬向消費者致見 英國蘭年初爆發毒茶葉風暴 不只連累加盟商 也逼得負責人陳玉惠出面滅火 首先向我們的加盟夥伴 以及長期支持我們的顧客 支上12萬分的錢 負責人哽咽流淚 但如今北檢癥結 英國蘭玫瑰花茶含沙蟲劑案 認定花茶含DDT的劑量 要每天喝260克 還要喝一輩子才會造成人體的危害 上游進口的園移公司 到下游的英國蘭母公司 斯托娜威等5間公司都不起訴 檢方認定英國蘭的上游供應商 周界設曝官不實 並篡改玫瑰花茶的原產地 檢方依偽造文書詐欺等罪起訴 負責人曾穆盛 中錦秀夫妻 以及業務許維書等3人 終於還我們清白啊 那也因為這樣也受到很大的傷害啊 傷癒啊什麼也都回不來了 那將來我們還是會對周界提出求償 雖然英國蘭貨判不起訴 但加盟商許多生育大受影響 主動接業損失慘重 機材的價格根據了解 他們都從一折開始喊價 所以賣不了多少錢的 我們賣不到5萬塊 英國蘭貨不起訴起訴上游廠商 篡改原料的來源也算是還給英國蘭 一個取來的正義 記者綜合報導